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 年纪轻轻,为何会患宫颈癌 笑笑今年22岁,是一名大二学生 和男朋友感情很好 但是最近,笑笑有些难言之意 这个月她竟然来了三次大姨吗 而且,每次都是在和男朋友性生活后出现 笑笑很慌张,考虑很久才跟男朋友说 男朋友赶紧带笑笑到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告诉他们 笑笑是因为感染了HPV病毒才会这样 出血并不是因为大姨妈 而是接触性的出血 最终笑笑被确诊为宫颈癌 笑笑很疑惑 自己这么年轻,怎么就得宫颈癌了呢 医生详细问了一下她的过往感情经历 了解到笑笑从高中时期已经开始恋爱 血气方刚抵不住荷尔蒙诱惑 与初恋偷食禁国了 而这两年,因为各种原因 患了好几个男朋友 可正因此,让她感染了HPV病毒 患上了宫颈癌 医生看着眼前的小姑娘摇摇头 过早性生活或是频繁更换性伴侣 都会增加宫颈癌的患病几率 年轻人缺乏足够的健康知识 很容易就被癌症找上门了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